接下来的歌手 我今年见了他很多次 同吃同煮 算是非常熟的一个歌手 而且 这人很有意思 长得也很帅 个子也很高 非常非常的帅 他究竟是谁呢 我先把他拉上来 好吧 吓我一跳 人不在 OK OK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先下来一下 你们先给他说话 然后呢 刘辉 刘辉在吗 那个头头呀 这个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谁跟你同睡了 还我清白 同吃同住 谁说同睡了 同吃同住好吗 我说同睡了吧 你看你自己把同睡 这个事情给爆出来了吧 简直了 我都不想说 我声明一下 我们同住的那个地方 我们还中间 我在 我在卧室里面 可耻的住在卧室里面 然后 把头头挤在了大厅里 这个事情就不要 不要暴露 暴露 暴露出来了 那这个 这个也是有一些要采访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刘辉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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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歌手 那这个 所以说呢 我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刘辉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出的cosm 对 其实是 其实内心是有这方面的愿望的 但是 我觉得也应该是有 你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叫 叫什么来着 大家知不知道 啊 是吧 对 以前我看有人刷嘛 怎么样 要出一个CP嘛 对不对 那么好 不是 我是真的很想出一个cos来玩一玩的 因为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也曾经玩过一次 那时候因为学习的关系嘛 就只玩了一次 就放弃了 然后正好有这次机会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 你们说的这个 sang bode 这个 我还曾经跟他严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少年 你愿意 你愿意帮我一个忙 给我化妆出个角色之类的吗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 那个少年是一个艺容大师啊 但是他这么跟我说的 他看了我的脸半天 然后跟我说 你的这张脸 即使是我也救不了你了 你放弃吧 也不是这样说的 也不是这样说的 总总有 总有适合的这个角色嘛 总有适合的角色 那好的 我不跟 我不跟那个刘慧在这里 这个瞎聊了 那接下来你会给我们带来 一些什么样的表演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首歌吧 第一首就先送上我们老大 亲情作词的一首 然后是由我们的妖君来演唱的一首歌叫 《琴诗》 好的 那我就把麦克交给这个刘慧 肚子好疼 我今天不在状态了 大家见谅 这首歌的音乐 若为此相声寄入一段情 悲心遥远与之呼应 再为你取出这把痛母亲 我又谈到如此用心 为我揭开脚弧弯枷锁的那个你 哼着陌生相迎走在宫围里 我为君王父亲时转头看到你 先生中深藏出雨的情绪 月光长长长长长到孤立 总会多少离人唏嘘 眼睁你为给我那少热粥 这年月能悄悄的过去 等会摇曳漫渡场听着雨 夜风散开几圈涟漪 你在门外听我连这支曲 我为你被遗见所以 轻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 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 请只伸出我也落下了泪滴 最先端负了思想的心绪 你玩之座蝴蝶从窗框上飞起 飞过我指尖和眉宇 故随着夜风散开几圈 孤夕声指引你渐渐明尽 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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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